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掌的文理 典型的段掌 段掌就是智慧线跟感情线合二为一 也就是人文跟天文合二为一 这种人有非常强的事业心 并且凭借非常强势的事业的运势 能够在某一个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而且有三角纹材库在这里 并且整个手掌也是掌型非常不错 掌色也是白中透红 更明显的是在大拇指低指节的下方 出现一条横线 这个叫横材纹 说明有一些偏财的人物偏财不负 就是这个横材也是偏财的一种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偏头偏尾 我们再看一个手相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大型的M字文 但是呢 整个的纹路偏直 这个三条主线都偏直 偏直说明什么呢 生命线来看偏直说明性格 比较急躁 比较急躁 沉不住气 遇见事情呢 容易这个 容易紧张啊 或者是发慌啊等等 性格偏急 做不了慢事 那么 但是它的事业线 非常的清晰直上 并且跟这个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 所形成这种密封比较严格的 三角纹财库 三角财库 这个所以说 事业运势非常强劲 而且这个财运呢 是伴随着事业而增长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就是M字文 M字文呢 也是非常极力的符号 就是由天文 人文 以及事业线 还有这个三大主线 生命线 组成的这种跟大写字母M一样的 那么这种纹路呢 是非常清晰深刻 也是一般人很少见 很少见 这种是属于名利双收型的 在往往不到40岁呢 就已经功成名就 这是属于这种种 非常富贵的一种纹路 好了 有关这个纹路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